1941年夏是为国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 五天时间 德军就逼着明斯克、普斯科夫和斯莫伦斯克迅速被攻占 德军抵制基辅 苏联军队还没来得及先无支援 就被分割孤立、重割消灭 苏军机动性不足 德军的汽车总数超过苏军的四倍 德军躺着歇阴阵 冲破了防御攻势 包围了苏联部队并摧毁了他部队 但是从第一天起 德军的计划就失败了 用花卫数个小时来压制边方向队 利耶帕亚居住军战斗了一周 而泽布雷特教赛战斗了八天 德军遭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惨重损失 红军的反击 拖弯了南部几团军群的行军速度 斯莫伦斯克附近的抵抗 则推迟了中央几团军群的进攻 随着战线的延伸 后勤不计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斩击计划最终在莫斯科附近失败 而一年后 德国在萨林格勒战役彻底丧失了胜利的机会